这群十字路的新生代 让回家的故事充满了希望 继续离岛金门 也是今年夏天 旅客争相要拜访的地方 这位大男生陈笑愚 为了传承阿公85年共堂老殿 他回到金门故乡来打拼 原本考上了体育大学 练习铁人三项 是怀抱体育梦想的 后来为了阿公的一句话 他对人生未来 开始有了不一样的规划 带您看看金门共堂 第三代接班员的冲突与挑战 共堂是入口即化 它叫 它是酥的 酥的它的火候 大概最起码要120 它的那个糖体才会酥化 那如果要做到硬的话 可能就要拉到140 150 它就变成是棒棒糖去了 所以在控制火候的这个温度 要非常小心 过头的就坏了 陈笑愚得随时紧盯 大锅旁的温度计调整火候 直到麦芽糖散发香气 呈现金黄色泽 黏稠了就如下花生 拌好的花生糖黏滴滴滴 这时才是考验师傅 正功夫的时候 这个花生它现在还有热度 所以基本上不用太快 那这一块它已经硬掉了 那这一块就要很快 那就是花生糖冷却糖体变硬 饮料过程就一定碎裂难成型 刚开始学做供糖 这一关最难克服 这个部分还蛮难的 因为一直失败 失败他们后面没有办法做 就叫我去旁边站 站着看 一般来说糖的温度够保有韧性 大概可以来回碾压五六次 再包裹自家研磨的满满浓郁花生粉 接着是顺鸡 也是供糖祥酥不黏牙的秘诀 这个皮它现在是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 你看它拉开之后 它的糖体 糖体都被拔掉 拔开了 那这样的供糖也比较不甜 而且入口之后 因为它把连在一起的糖 跟麦芽糖 拔平均了 在切的时候就顺着 顺着它那个湿是剝 剝湿就是去切 好像我们在切牛肉一样 程希祖传事业 她什么都不会 在供糖制作的方面 就是因为都是第一次 第一次摸 那就是都不一样 跟我们眼睛所看到的都 都完全不一样 所以做起来非常的 应该是非常的难 每过一段时间 做一段时间 就会重新去思索说 我到底做这个是 是对的吗 是我喜欢的东西吗 那再回头想想 其实就是想把阿公留下来的东西 把它做好 所以又继续埋头骨干 做食品 程孝瑜完全是门外汉 高中就到台湾念书 大学念台北体育大学 玩起铁人三项 曾经创下日月坛 铁人三项记录保持人 原本要朝运动发展的 却忧心后继无人 程孝瑜的阿公 早年在中国漳州 就是有名的糕点师傅 被请到金门做点心 结果1927年 国共内战爆发 一水之隔的家乡 回不去了 从此在金门落地生根 也把在厦门的贡堂 带到金门 他当时在做 也不是只有贡堂 他有做一些包子啊 馒头 这些汉饼类的东西 当时金门有花生嘛 然后他就把花生当原料 拿来做贡堂 后来第二代陈金服 陈孝瑜的父亲 身为陈家老雕 27岁出来自立门户 同样卖的是贡堂 民国81年金门开放观光 他脑筋动得快 跟旅行社合作 赚进人生第一桶金 接着民国95年小三通 又让他赚进大把钞票 有生意头脑的他 再把店面改成开放式厨房 成为金门首家观光工厂 带来远远不绝的人潮 现在第二代退休了 店内大小事交给儿子掌管 这主角是我们很传统的 金门第一个共堂 每天花生一炒就是二三十锅 直到逼出头到胖 这就是陈家人引以自豪的 家传好味道 阿公发明了还有猪脚棍堂 我阿公那个时候就是因为 想说只有过年才可以吃 那平常时如果没有钱的人 不是军官的人 他想要吃猪脚那怎么办 所以就是研发出这个猪脚棍堂 让所有的百姓都能吃猪脚 目前我们还是沿用古早式的做法 它每一个猪脚皮必须要八到九个小时 熬糖的时间 然后用麦芽糖跟面粉 还有一点砂糖 后来大家争相模仿 让主角贡堂成了金门才有的特产 这是阿公传承下来的手艺 请小瑜期望自己投入后 可以发挥贫育常财 结合休闲共堂与观光 重新赋予老店新生命 这你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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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点